的话 第一个 请各位就是开启开发人员标签 在上面的那个叫怎么快速存取工具列这边箭头 其他命令 然后制定功能区 这边打勾就可以 那如果其他版本可能就是我刚讲的 那按确定就开发人员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们就是 要记得啦 如果你把这个开发人员打开的话 其实就等同是你的那个心态上面慢慢要调整一下 因为我这边还有词别强调 就是你把它打开 为什么他开发人员不预设就打开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 一般人其实不需要用到 除非说你要 去做一些 开发人员需要做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这个等于是开了一个 一个可能比较 稍微进阶跟高阶的 相关功能才会需要用到他 所以你的心态可能要慢慢调整 所以这边有调整 请调整你的心态 那个心态意思说 你可能要 慢慢要接受 很多东西会变得蛮困难的 但是也没有到无法接受啦 其实就是程式 他会自动帮你写一些程式 那接下来你肯定要知道他到底帮你写什么程式 那将来你要怎么去把那些程式 做 比较有 调理的安排 那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 已经打开了 假设已经打开了 第二个的话如果说你要把刚刚的动作 录下来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个我们的开发人员里面 就会有一个叫录制去期的功能 那其实未来 你录好了程式 他会帮你放在去期里面 那其实去期里面的程式 其实就是放在VBA里面 那其实就这大概主要就这三个 功能 而且是一层一层的 你录下来东西会放在聚集 那聚集里面的程式就是放在前面这个 visual basic 里面 所以待会的话可能这三个功能会用的比较多 那主要今天至少你学完了之后 至少你要熟悉 那以后呢他可以帮助你做什么 就是你只要重复性 很高的工作 你都有必要 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自动执行 的 按钮 以后的话按下他事情就搞定了 这样感觉其实还蛮有成就感 我觉得 所以 大部分我都希望说如果每天重复性的事情 出现的话 那我就把它录下来 那但是有些部分 好像没有那么单纯 不过没有关系你可以再加一些变数 然后呢让他可以 比如说 输入某一些关键字 他可以带出某些的结果 会按照你要给他的东西 或者你可以选自己选一些东西 变出你要的花样 其实这也蛮多的变化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个 录制 那录制之前请各位注意一下 可能你要先彩排一下 我这边在第 16页里面 也有提到 因为这东西其实 蛮没有那么单纯的 他只要 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他不容许一点点小错误 所以可能 你如果NG的话 要不就重来 要不就是你要看懂程式你自己修改也可以 那当然这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你要重新录制 就跟你 开始拍影片一样 然后录错了 重来一下不就OK了 那基本上呢 最早我是 最早上课的时候是 一次就到底了 后来我发现 一次做完 太困难了 所以我就把它拆成三 三个部分 三个阶段好了 因为一次从头1到8 全部做完 失败率非常高 所以干脆怎么样 把它拆成 123 45 678 拆成三段好了 三段再把它 凑在一起 应该就比较不会失败 因为我以前习惯 就是一次 因为 会的人 没有用过的人 其实真的 这种使用起来的经验 当然以后如果你熟了 你大概要一次到 也慢慢 不过你功力要到某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慢慢来 就不要一下子 造成很多的错误 好 你们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我们大概 刚刚有 三个阶段的东西 三个需求 那我分别把它调列出来 那最好以后 你们录制 那个聚集的 之前 也 不要很草率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会 没办法学好 是因为 根本都还没想清楚 然后就开始录 录了之后 你也不知道录了什么 然后就把它跑 跑了都错 错也不知道哪里错 就一团混乱 最好的方案是 你要明确的知道 你做什么动作 然后呢 你就step by step 一个一个的把它做 那这个失败 就会 比较小 就几乎不会失败 啊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123好了 所以你就照那123来做 然后我们先把这边先 做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步我要做什么呢 那我是建议啊 如果你在做练习之前 请你先把那个通讯产品 这个工作表 先复制再来 复制一个 再来练习 为什么要复制 因为你如果做了之后 你就已经 做完了 那你就回不去了 你除非关掉 像我刚做了错了 我就把它关掉 不要存档 重开一下 否则的话 你因为你有些东西 已经做完了 那你如果下一招再练习 就没有空的 空白原始的 所以我建议是什么 把底下的通讯产品 再复制一个 那怎么复制比较快呢 你可以拖拉 加一个Ctrl鍵 有没有 拖拉加Ctrl鍵 这个是复制工作表 最快的方法 拖拉 加一个Ctrl鍵按住 再拖拉 那你会发现 拖拉到右边之后 会多一个 一模一样的 通讯产品工作表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开始做 做什么呢 第一步 就是 1到3 所以第16页 1到3就是 1 我们就是 如果先彩排一下 如果你怕错 彩排过 假设我已经彩排过 OK了 那我接下来就开始 录制 录制的话 1 开发人员 2 录制聚集 他会跳出一个什么聚集1 那你 把名称改一下 也许我叫什么 因为我们会有三段 所以我就 第1个叫 叫什么 通讯产品聚集1 也许我就 给他一个名称好了 比如说叫通讯产品 的聚集1 OK 那你给他名称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下方 有一个确定 确定键按下去之后呢 你做的所有动作 Essal都会自动帮你把 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 如果你要写程式以前 你完全不会写的人根本 写不出来就没有 但是Essal VBA 所以 这个Essal聚集蛮棒的就是 他会帮你写程式 所以 按确定之后呢 我们就把 123这三个功能 把它做一遍 所以按确定之后 1 做什么 在那个什么 C栏 所以你就点一下C栏 2的话呢 我习惯按右键 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空白栏 空白栏 然后呢 3 游标放在 C1 点一下 输入那个产品名称 当然我刚刚是复资过来 不过我建议不要用复资 因为复资好像程式会多好几行出来 我们自己输入好了 这边的话我就输入产品名称 好 好 那 123 第4的话呢 我就怎么样 游标再放在C2 做什么呢 去查询 所以查询的话就刚刚做的 插入那个最近使用过的函数 View函数 然后呢把前面这边 先查一下 这个编号 然后去哪边查呢 Table array 去这边查一下 有没有T0 帮我把他的第2栏带回来 然后比对方式的话呢 就帮我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输入0 并且记得把Table array的范围 锁起来 那我按两下 按两下就锁 锁列就好了 OK按确定 然后呢 最后记得呢 把它向下 填满我建议哦 不要用拖拉的啦 你干脆直接游标放在那个 他的这个储存格的右下角 会出现 白色变黑色之后的话 快点两下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录完了 特别重要不要多一个动作 也不要少一个动作 这样子的话完成之后 请你按停止录制 OK 停止录制之后的话呢 你就 再到那个什么 聚集里面看一下 所以我刚刚讲的录完的东西在哪里 在聚集 那你会发现的聚集这边就产生一个 那当然你可以执行他 或者编辑他 执行他就重复做 不过如果你要执行之前 请你把那个刚刚产生的这一栏 先删掉 因为 如果你这边还在的话 假设你再执行他 他会变成这样子 找不到 好所以 你这边请你把 刚刚的这一栏删掉 那因为他实际上就是帮你把你刚刚的动作呢 再做一遍 所以你按执行他 也就是你把那个 刚刚C栏的部分删掉了 恢复成原来状态 你再按一下什么呢 执行的话 他会帮你把你刚刚做那四个步骤 全部再做过一遍 所以你这边把他按执行 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结果 那恭喜你 表示 你已经 成功了 那可是问题来了 到底你做了 这么多动作 他到底帮你做了什么 然后呢 做在哪里 那我怎么知道他做的东西 将来如果我想要做变更 或者是说我将来 有些同样的东西 假设我不要重写 我可以拿这个来修改一下 那那个东西在哪里 其实特别重要 所以 待会入完之后 请你把 入完的 多的C栏先删掉 删掉之后再去执行这个 执行 如果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做对了 那做对之后的话如果说 你OK的那你请你怎么样 把这边再按下 聚期 然后呢如果你要看你刚刚 做的东西在哪里的话 请注意看编辑 他的东西啊 所以如果以后你要 去执行他 重做 执行 如果你要看程式在哪里 请你找到编辑 那编辑按下去之后 他就会跳出什么 其实这个按下编辑 他其实就是 帮你把你的程式放在那个Visual Basic里面的那个程式带出来 所以他会跳一个画面 叠在上面 OK编辑 OK 那你会发现 他就会有一个这个环境 这个是 以后呢你要自动化全部靠他的一个环境 他里面如果你懂了这里面 怎么去使用他真的可以做出非常多厉害的功能 也就是全部到我 等于是你可以把一个助手写出来 从全部都OK了 你要什么就自动有什么 但是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做的只是最初步的 那你可以我的习惯上 他叠在上面感觉 就是会把后面挡住了 所以我的习惯一定会先把那个环境先 先拉一下 让他扶在上面就好了 那为什么扶在上面 因为如果你没有扶在上面你后面那个SEAL你看不到 那我们程式其实是因应 后面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就是先把这个先扶在上面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处理一下 这个 录下来的东西 他里面到底还能够加什么呢 你们其实可以 再参考一下那个我后面有提到的就是第 这个我们只有123 所以123做完 那等一下还有45678 那另外的话还有修改的要点 那待会我会讲 再来就是说呢要把那个什么 因为你 把程式写好之后会有个问题 他这个每一行每一行好像看起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可能 完全是不知道是好像有点天书的味道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加一点什么呢所谓的注解 什么叫注解呢 就是 单引号开头 单引号开头意思说这一行是 给你自己看的 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你将来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做 是什么 程式什么样的作用 那如果你将来回头看你要能够看得懂的话 那你就可能需要 自己加一点注解 这个注解加上去之后的话以后 你再回头看 就会一目了然 那加的方法 特别注意待会再看 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 第一步呢先把刚刚讲的这个先完成 成功的话基本上就是 可以把这一个栏先删掉 然后执行他 如果OK的话 那 成功的话呢再到编辑里面 并且把这个V就被浮动在上面 那待会我们再来讲就是 如果这些程式 因为这些程式其实它有个特点 就是说 它是循序的 你录什么他就 帮你产生什么 再来以后这些程式都是 可以重复被利用的 不是说你今天做一次你下次再来录 不用了 以后 你看懂之后慢慢你就会 就像你以后 刚开始学英文单字嘛 慢慢单字熟了之后 以后慢慢你就多学一单字多学 学会了之后你就不用再重新 再学那些了 你就是拿来 再 互相 有些地方就是可以 复制贴上 就可以产生一样 的东西了 比如说 后面有一段是什么 123 跟 678 好像一模一样 123 678 感觉 只有一个 C栏变一栏 所以你如果有了 你就不用再重录了 就是贴过来 放在下面 他就帮你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要怎么改 那些细节 我想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那一段 很重的那一段 先成功了 后面再乱会越来越顺手 不要 非常安全 他是 没问题 对 谢谢大家